财政部前部长林冠英早前建立政府继柔佛森林城市之后 也在槟城设立一个以北马为重点的金融特区 槟州八名西蒙国州议员发表联署声明 支持林冠英提出的倡议 断促中央政府考虑在槟城设立金融特区 以扭转槟城经济的下行趋势 声明中提到尽管槟城的电子与电器制造业名列全国榜首 但是州内的工业储备土地所剩无几 急需开拓新的外资吸引点 随着首相拿多斯里安华已经宣布 要在柔佛设置金融特区 槟城议员也建议中央政府在槟城同步设立金融特区 确保南北经济不会失衡 声明中也点出槟城已经拥有现代化的港口 国际机场以及良好的通信网络设施 为设立金融特区提供了优势条件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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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